最近湯姆克魯斯的電影 有兩件事情是引發世界關注的 跟軍武的市場有關係 就是他在這個獨行俠這部片子裡面 他第一個是非可以衝到史馬赫的這種飛機 到底有贏了沒贏了 就不要說真的洛克希的馬丁 有一台原型機在那邊 哇真的是拭目以待 第二個事情跟台灣有關係 他在這個Mission Impossible裡面的 那個手槍台灣做的 在不可能的任務第三集當中 有一場景 整個湯姆克魯斯被無人機打伏擊 被無人機打伏擊完之後 他不是跑跑跑跑嗎 那時候他就說Eason Eason Back Car Back Car 然後那個他就套後面那個車之後 把那個行李箱打開 先說那個行李箱打開之後 裡面一個箱子對不對 打開之後啪啪啪裝起來 那把槍德國製的 那個叫做黑克勒科赫 這個是德文的念法 海克勒科赫G36突擊步槍喔 他就突擊步槍拿起來 那個無人機還回來要揍他喔 他就這樣啪啪啪啪 那台無人機打下來 先說大家看到那把槍真是帥喔 先說真槍 真槍100要6萬美金 可是我們台灣 那把槍做到幾乎一模一樣 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流口水 大家都來訂喔 一支多少你知道嗎 1500美金 一支是1500塊美金 先說1500塊美金 連箱子連槍連海綿全部都有喔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這些所謂的做手槍的 真的是太厲害了 我過去在跑外貿協會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就很驚訝 為什麼呢 每年好多外國的採購商來到台灣 固定找那幾家公司 我們台灣的槍厲害到什麼地步 你知道嗎 外國人喔 他們在做齁 反正這個是小孩子的東西啊 又不用做得太精準 我們台灣是去原廠 每顆零件 每顆零件 一支個一個 把它摳摸摸下來之後呢 還跟原廠拿授權 就說什麼呢 你們是賣真槍的 但是我們台灣雖然做假槍 但是我們要做到 不能夠傷到你的信譽 所以我們台灣很多的槍那個做出來喔 全世界都額樂 剛跟各位說的那個突擊鋪槍 不打緊喔 現在連那種韓劇裡面呢 太陽的後裔啦 愛的任務啦等等的 這些槍通通都是用台灣槍 那很多人會說 奇怪了 為什麼要用台灣槍 為什麼要用假槍呢 第一個真槍會出事啊 第二個假槍比較輕 但重點是 你只要讓主角威風哪有差啊 這倒是 所以再跟各位說喔 不管是貝瑞塔的手槍啦 什麼沙漠之音啊 台灣都坐著嚇嚇叫 但你以為手槍只有在賣 所謂的收藏機喔 錯 現在包括了美國 法國 葡萄牙等等 荷蘭 他們現在呢 很多的剛進到整個部隊當中呢 還是新人還是學生 你怎麼可以讓他拿真槍呢 所以都拿那個假槍 可是假槍你的手感觸感 要一模一樣對不對 偷用台灣的 甚至於我們現在包括了 日本的自衛隊 新北市的整個警察的學校 他們現在都在用 我們台灣這間做那個 湯姆克魯斯那支槍的公司喔 他們的資本額是100萬 各位 他們在2023年 目前的訂單是10萬支 然後目前呢 營業額輕輕鬆鬆 可以到10億以上 各位不要看一把 那種仿真藝術品的槍 一支賣1萬塊 而且呢訂單排到國外 外國人每個人都來台灣 希望能夠買到台灣最好的槍 謝謝妳不要看